星級會核室 有請星級主持汪萬寧 汪萬寧,資深傳媒人 中環娛樂圈40年 不少名人、巨星、幕後大師 都是他的好朋友 可謂相識滿天下 今集請來的嘉賓 有歌神張學友 他會否白 跟太太感情維繫之道 竟然是… 哪個家裡兩個不錯 誰沒有脾氣 你不能忍受,你一頂 那就中招了 我…都是自己受的,到最後 學友又會大講女兒驚 你告訴自己,他是這樣的 他現在慢慢大過 不如你自己早一點 其實有時候他會教育你 我希望我儘量… 儘量不用他教育我 張學友,1961年出生 1984年參加18區業餘歌唱大賽 奪得冠軍 隨即獲得唱片公司簽約成為歌手 90年代,成為樂壇四大天王之一 歌曲紅遍大中華地區 更有歌神這個美譽 1996年,與藝人羅美薇結婚 現役有兩名女兒 一直是圈中人公認的好丈夫和好爸爸 但是你家庭也是這麼成功才令人佩服 也沒有 沒有,是什麼意思 家庭那些沒什麼成不成功 是你自己擺多少時間 17年了 你自己擺多少時間在這裡 你自己有多忍得,是不是 你肯做多少事情而已 我看見她笑了,一定有家庭 但是我… 是不是,你一直去到 哪個家庭沒有… 哪個家庭兩個不做 哪個沒有脾氣先,坦白說 哪個人會沒有脾氣,你告訴我 哪個人在這裡做 不會說兩句先,是不是 你忍,你不能忍,你一頂 那就中招了 最後還是自己受到的 不是,就是你所謂忍 很多人說我忍,我忍,我忍你 但我忍不了,有時候很多 但是你是不是要… 忍不了都要忍 要忍的 是不是 就是要忍的 因為你忍不了要忍,要不就妥協 妥協也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 是的 就是你意思是… 我自己也要去到… 去到有份不上的功力才做得到 也不簡單的 是的 但是你和May May都很好 不管你忍不不忍 或者他忍你又忍 他忍得很乖 就是你倆都是很有性格的 也是的 就是比較堅持自己的事 在家裡我覺得我算是妥協的 其實所謂妥協 其實你在生活的過程中 你自己要去… 很多東西要去學的 其實 就是在一個婚姻的共同生活中 要學的 有些小孩又不同 小孩每個階段又不同 就是全部你都要去學習的 你曾經說過 我經常鼓勵May 我太太出去工作 但May又說 其實做媽媽 就是一個24小時 而不可以辭職的工作 其實她正在做事 我知道… 我現在不是… 因為我當時… 我不想有這麼大的壓力 在家裡 在家裡照顧小孩 其實是一件很… 你是因為站在那個諒解的情形 希望她出去做一件事 不要那麼大壓力 我自己覺得她… 我自己覺得她太大壓力 那我想她不要那麼大壓力 我不是想她出去做事 幫我賺錢 我睡在家裡 當然… 真的跟我一樣 但譬如說 那一年裡 你曾經在2009年那段時間 你整年都不做事 就去照顧女兒 就是做家庭主婦 你自己說 2009年… 是不是2008還是2009 我不知道類似吧 我大女兒懷孕和出生那一年 我就沒有做事 完全沒有做事 之後呢 其實我多數都是做事 一不做事回去 做事一不做事回去 譬如我現在的旅程 其實我現在這個模式 我現在這個模式 我在這個二分一世紀 那個演唱會的模式 是一直沿用了很多年 其實 我一做事 譬如我當我… 如果我做旅程 那我要飛的 你就出去了 那我就飛 那我就飛 一做完呢 我就一早就飛回家 那一回家就變回 做爸爸 做爸爸 做老公 然後結束了 差不多一半時間 做一半時間 即你的角色要轉得很快 馬上大了 你家裡有兩個女兒 一個老婆 三個女兒 那你在女權社會裡 你這個男性是… 那我其實很習慣 很習慣 因為我從小 我家裡走旋 全部的男人都走旋 所以我家裡其實沒有什麼男人 在這裡 就是這個武系社會 你都習慣 我從小到大都是… 就是我媽媽在那時候 在家裡 我小時候 沒有權 全部都是… 都是我在女人堆她長大 其實 所以很適應她們 我可以的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你怎麼跟May… 就是男女後 大家都有脾氣 大家什麼 是需要容忍的 你覺得在婚姻裡 一個維繫之道 就是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的婚姻 我覺得現在最主要是… 因為離婚容易而已 她多了這個選擇 變成她們肯妥協的就少了 但譬如你跟May就不會的 你是不是有個… 歇而… 不好說離婚的事情 首先我自己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傳統的男人 May也是 她也是一個傳統的女性 所以… 所以這個… 這件事 我們… 是有共識的 可能的範圍 我們都… 我們都應該可以… 大家可以堅持下去 那個堅持… 她有沒有什麼期望 你現在經常出來做訪問 你都離不開做爸爸 就經常說我的女兒是怎樣 那他們… 不是我離不開 是大家離不開 大家都想 我現在做了這件事 我做了爸爸之後 每個訪問都只是問我女兒 老實說 差不多 女兒又怎樣 現在女兒又認識男朋友 是不是女兒怎樣 有沒有反叛期 你女兒… 真的 十二歲是有反叛期的 遲些她可能鎖到門 你要敲門給她 因為她要獨立 不是,我現在也有 不是她叫我 而是我自己要 就是你有些事你要去… 就是你要知道她自己想怎樣 我記得我自己小時候 我想我已經十一、二歲了 其實我媽媽還放一個盆在天棒上 放水 叫我洗澡,洗澡,洗澡 然後親戚走來走去 都沒所謂 其實我自己已經覺得很… 很醜 不是吧?媽媽這樣 我自己…我自己這些事… 自己…我是很深印象的 我絕對不想這些事再發生在我的… 我的小朋友身上 所以我… 就是很尊重他們的私人 很小心 嗯… 所以有時… 其實早兩… 早…現在她快13歲了 其實她10歲…11歲 突然我已經開始… 你鎖門了 那我自己進去,我自己敲門 嗯… 有些…有些是… 有些是覺得她的長大、成長之間 將你好像排在外面 那些父母有時的心排 接受不了 我…我也… 就是你… 那個接受當然是很難 那個接受是很難 不過大家要知道那個是… 必然的 必然發生的 那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說 不要那麼不化 就是你告訴自己 她是這樣的了 就是她現在慢慢長大 不如你自己早一點… 你早一點先 其實有時她會教育你 那些女兒… 我希望我儘量… 儘量不用她教育我 你就自己先明白 不過現在很多都是她教育我 她的英文比我好很多 當然了 大女兒又開始有性格 有反叛 那小的那個呢? 沒有的,做父母也沒有什麼… 就是你一直… 我剛才說了 其實做父母 她是每一個階段… 都不同的 你都有… 每一個階段你要去處理的事 每處理一件事 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新的 我處理完大那個… 小那個… 就跟著你 因為基本上她性格不同 那她走的路… 又不同了? 亦是不同的 所以你… 她兩個性格差異做的 差異… 第一,我大女兒… 我大女兒讀書… 讀書比較好一點 其實… 就是學習快一點 但我小女兒… 就只是喜歡… 恐龍、蝗牛、蟻… 我喜歡動物 樹… 蟲子… 整天去看那些… 去捉那些東西 那她叫她讀書… 就是她是… 就是完全… 那兩個… 就是她喜歡大自然的那些… 對,我小女兒也喜歡大自然 對… 那我大女兒,你叫她出去走 她又… 一點興趣都沒有 所以她們的興趣不同 所以可能… 將來面對的… 將來走的都不同 一放假的時候 你連家長會 你又會去見家長 即是見先生 見家長 難道… 不… 阿飛就很少去 就是你去 如果你有空就你去 他… 他有空也會跟我一起去 是 因為… 因為現在都是… 現在見… 去學校 經常都要說… 就是你要說英文 我不會害羞的 就是… 亂說都可以的 就是她就… 她就比較害羞 是… 你曾經說你也會罰她們的 是嗎 我不會打的 你打的 那時候 現在不會吧 現在當然不會 現在比她還要記得的 小時候… 小時候還不記得的 打了沒有吃虧 就是告訴她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大了 如果她還要記得的 就不要了 記得就不要了 即是會過敏感情 是的 第一,不想她有… 她有壞的回憶 第二,她們現在… 很小的時候已經會… 不可以打的 他們已經… 已經告訴你不可以打的 很小 現在學校那些… 很早教她們不可以打的 其實… 你整個教育方式都不同 是 那你要慢慢… 現在基本上是… 你對那個態度怎樣… 譬如你… 你不是打,但你可以嚴厲一點 你嚴肅一點 嚴肅他已經害怕了 不用真的打下去 現在唯有是這樣 下一節,歌神會帶談現今香港樂壇的趨勢 我們這樣做音樂 我們必須相信音樂不會死的 它一直都會生存下去 只不過在生存方式不同